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黨魁之戰在先風波啊 張亞中遭到移送考忌會調查 今天他就怒批這個比民進黨初選 蔡英文斗賴清德還要來粗暴 同時張亞中重批朱立倫 他說他自己提出的質疑 都是可受公平之事 不是惡意攻擊 認為朱立倫是看到風向不對 才提出不要移送他去考忌會 今天我因為民調走高 就要被送考忌會 甚而可能會被沒收參選資格 這比民進黨初選 蔡英文斗賴清德還要粗暴 我質疑考忌會的程序以及結果 我同時要求黨中央 必須有人負起政治責任 我想請問一下 黨主席對於黨 對於國家的忠誠 應該是不容質疑了吧 不只是我 任何黨員都有權力了解 我們的黨主席 對於自己的黨 以及對自己的國家 是不是忠誠 這我當然希望朱主席 朱前主席能夠提出解釋 這原來就是一件可受公平的事 怎麼會是惡意攻擊呢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嗎 今天是看到風向不對了才出來展化 還是你真正的一直沒有 一直不是都在說我在攻擊你嗎 我哪一點攻擊你 今天朱主席的代表昨天在會議裡面 他不是代表朱前主席嗎 為什麼事前大家不能夠找到一個答案呢 是不是他的代表也是代表朱前主席來參加這個會議呢 而且黨部說了昨天的會議是全票通過 全票通過 那我問你啊 請問全票通過 那問你當時的代理人的老闆 你是不是應該先出來道歉呢 他昨天大概在開會前三個小時 也就是早上的10點19分 才收到了黨部的通知 形同於緊急集合 那美根都很多事情嘛 所以下午他不可能在三個小時之內 把他下午的行程全部排開 所以他真的沒有出席的 可是為什麼在考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要把其中的一個候選人送考機會 竟然大家在不出席情況下 只要有現場的人通過就可以了 那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本黨的真的是 就好好的檢討一下自己 真的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會讓人家看笑話 這個鬧笑話 張大中送考機會 那麼國民黨主席呢 兩位的候選人 江啟成還有朱立倫都表示呢 不知此事也深感詐異 好 兩個人都說徹底的反對 江啟成主張要重新開會討論 那麼朱立倫直言 來自黨內同志的污衊 他感到痛心 喊話國民黨不要互打 要槍口一致對外 後來才去了解 這是一個臨時的會議 緊急的會議 所以我都不清楚這個過程 但是我感到非常的驚訝 驚惡 所以我立刻要求我的辦公室發表聲明 我們希望基於黨的團結 趕快的把這件事情化解掉 也不要江山阿東同志移送考機會 我們希望這個接下來的選舉能夠非常的順利 對於黨內的選舉 大家期待的是國民黨能夠更好 更強 而不是國民黨越來越分裂 越來越不團結 我參選的目的也是為了團結國民黨 希望國民黨能夠更好 更強 這個黨主席的選舉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朱立倫從政二十幾年 如果是來自民進黨對我的攻擊 我習以為常 但是 來自黨內的同志對我的污衊 真的很心痛 真的很心痛 但是我也要 必須要包容 因為我們都是同志 我們都是黨內的同志 黨內同志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就是要包容 如果我擔任黨主席 我第一時間任何同志被污衊 我一定替他澄清 澄清 我一定為他辯護 同時我也不容許 黨內互打的情況 也希望 將來我們能夠槍口一致對外 我反對 把張亞中的事情呢 送這個考計會 選間 小組或者選間委員會的會議 要處理的應該是選務 而不是有關於考計的事情 所以對於昨天這樣子的會議結果 我們相當的錯愕跟遺憾 也要求應該要重新召開會議來討論 我今天就會正式把這樣的提案 送給這個主發會 轉給我們的選間委員會 那明天會是選間委員會 每個禮拜三正式召開的會議 我們要求應該要重新討論 國民黨的黨魁之爭 現在面臨了三個風暴 我們再來看其中一個 針對前主席朱立倫呢 在國民黨的中常會舉辦的 主席候選人證件發表會上 提前離席 一封由國民黨中常委 也是新北市議長 江跟黃明 他的名下發出來這個聲明 指稱說朱立倫有提前報備 有得到他的同意 不過呢這讓身為江啟臣陣營的發言人鄭兆欣 很不滿 他說呢在現場 完全也沒有人知道這個事情 那麼在場的其他三位候選人也不知情 因此鄭兆欣說了重話 他認為呢這讓中常會的顏面跟尊嚴何在 他說呢這比小學班會還要兒戲 甚至呢他還請辭了文傳會副傳委的 副主委的職務 他呼籲大家這個國民黨的中常會 不能成為謊言和獲悉你的場所 我想這個不是憤怒 而是痛心 而且希望透過這樣的行動 喚醒大家對於國民黨尊嚴的信心 這個有很多事情比選舉的 黨內選舉的勝敗更重要 尤其是捍衛國民黨以及中常會的尊嚴 那麼聲明的內容跟當天 包括我本人也都在裡面有參與 顯然是有相當大的出入 那包括在這個演講結束之後 很多的中常委都上前詢問說到底事前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大部分的中常委幾乎沒有人知道 甚至我有聽到這個中常委這邊也有跟我分享說 他們也有詢問會議主席 會議主席當時也沒有說他事前知道這個事情 那事後說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當然留給大家做公平 但是我們認為說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重擊了資深黨員 以及我們說年輕的黨員 對國民黨的信心 國民黨的形象跟尊嚴的捍衛 比什麼都重要 坦白講很多的中常委是不滿的 但是他們需要做人 但是我認為舊黨比做人重要多了 我只是一個年輕人 我沒有龐大的網絡需要去捍衛 所以我認為喚醒國民黨的尊嚴 然後去正視這個長期的有問題的結構 比起做人重要太多了 所以我再次的呼籲 這件事情應該要有一個 跟大家比較清楚的解釋跟交代 不要去看中常會裡面有幾個人 表示不滿跟憤怒 要看所有的基層的黨員 對這件事非常非常激烈的不滿 如果看不見基層的黨員 只看到宮廷裡面的 少數的人們的討論的意見 國民黨就完蛋了 他們一定會有一個自圓其說的說法 我也不想去評論 我只想問一句說 在一般人的眼中 在基層黨員的眼中 這樣的事情發生 難道這是對的嗎 難道整個我們常會的尊嚴 不用捍衛嗎 中常委能忍嗎 基層黨工能忍嗎 在我早上發出辭職聲明之後 有多少在裡面參與的基層黨工 出來表達他們的泄氣 以及失望 以及沮喪 基層黨工的意見不用重視嗎 他們只是大家的幕耳而已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喚醒大家比什麼都重要 國民黨是個有尊嚴的政黨 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跟外人展現我們的尊嚴 人家看不起我們剛好而已 我們基層黨員要如何求證 大家都說好的事情 我們要怎麼求證 我們只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遲到早退嘛 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應該發生嘛 所以意思是說說好了之後 就可以這樣子做嗎 這是不對的 我們本來不想出來講的 可是之後沒有看到任何的反省 反而還不斷的要來圓 這些原來的說法 那當天在場的中常委 大家怎麼說呢 林金傑跟謝坤宏 只有低調的表示說 黨已經對外解釋過了 那麼另外呢 另一位的國民黨主席候選人 卓博元 他諷刺議長 蔣跟黃是在幫朱立倫背書 但是我必須要提出來就是說 如果說 國民黨 為了一個個人的候選人 都可以發聲明 來澄清 那特別對他特別照顧 那這樣子的話 很多 我們黨員同志 還有很多記者朋友就建議我 說是不是可以跟國民黨建議 那既然想帶主席呢 都可以幫朱全主席來做一個聲明澄清 那其實朱全主席啊 他這個在中常會的這些舉動 這還是小事 還有更重要的一個事情啊 這個是攸關台灣未來前途走向 因為朱全主席將來有機會當選國民黨主席 甚至他也有可能來競選總統 那他在中常會這個事情呢 是有待社會的公平 但是另外呢 張亞中先生啊 一而再再而三的說 朱立倫前主席是美國在台灣佈莊的憲民 我覺得 在台灣佈莊的憲民這件事情呢 是遠比中常會這些事情要嚴重一百倍一萬倍 那既然呢 這個中常會這個事情呢 國民黨可以幫朱全主席做澄清 那何不好人做到底 就有講代理主席 代表國民黨向美國當局呢 提出澄清的要求 就是請美國當局來聲明 我們朱全主席呢 絕對不是美國來派駐台灣佈莊的憲民 那當然一號就是講起承諾國議員張亞中 那當然在這個即將要輪到4號朱全主席的時候 我看到發現 那麼朱全主席沒有在座位上 那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我去外面 把這個朱全主席說出去拿個資料 那我就把這個朱全主席這個參選的人 請回我們的這個場會裡面 那他講完之後 那他先行離開啊 因為他是第一個人的第四個 第二人的第一個 那講完之後他就先行離開 那這個當然 這個 第二位參選的人就是張亞中 來 不要離開了 那他就走了 大家就是看著這個朱立倫走開了 議長說 朱立倫同志 有先跟議長打過招呼了 同時當天的四位參選人 也是由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經過中常會的決議之後 所邀請來的客人 因此我想這個事情在法律上 跟整個的程序上 並沒有什麼過多的一個瑕疵 因為畢竟主席客變嘛 那也在此也 希望大家 為了團結 不有過多的聯想 好 宅恆朱學恆又送花了 而且這一次的花呢 居然還翻譯成德文 因為他要送給祝德代表 之前呢 因為送花給集關署 然後就被告了 這一次呢 送花給謝志偉 朱學恆是批評說 謝志偉呢 這個外交做的不称職 發文都在攻擊 繳納稅前養他的國人 好 這一次的花來還特地翻譯成德文 他說呢 就是希望讓德國當地人也知道 朱學恆還說呢 要告快點 謝志偉其實他在外交領域 表現的真的很不稱職 我覺得他還是應該要去娛樂界 你什麼時候看過一個外交人員 發的文主要都是在鬥爭自己的國民 鬥爭張小燕 鬥爭朱學恆 那我覺得謝志偉可能搞錯了 他其實應該要加入 陳柏惟要成立的內交部 不然怎麼會一個身在德國的駐外代表 三天兩頭的重要工作 都是攻擊國人 所以既然這樣 我覺得應該要給予一些勉勵 就是告訴他屆實名上面講的 你今天領的薪水呢 所拿的俸禄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你或許一時之間可以騙過人民 但上天不會饒過你的 但我也不知道這個 謝志偉自己到底程度如何 所以我還特別把它翻成德文 這樣至少當地人看得懂 知道我們做這個事情是為什麼 免得產生誤會 那我想謝代表現在說到話了 希望能夠趕快回應 他如果要告人趕快回台北來告 那不然你在柏林提告也可以 搞不好我有空可以去柏林做個筆錄 也OK的 那希望他趕快認真工作好嗎 不然都沒有回應 我以為他沒有上班 好謝謝大家給我們的斗內支持 謝謝我們的林楊穗斗內 他說國民黨百年內鬥無可救藥 也謝謝我們的Chris寶寶 再次的給我們這個斗內支持 那麼另外呢我們持續來關注 就針對了朱立倫呢 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啊 證件發表會提前離席 那引發的爭議呢 全程參與的證召星 他就還原了現場的狀況 他說呢其實原本呢 也不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只是後續的處理上 怎麼越來越糟 現在甚至呢 還要把張亞中送到考季會 鄭兆星就在節目當中連喊了三遍 這樣不對啦 張老師說這個你要走了 那朱市長有回答他嗎 還是就走掉了 好像交流就走掉了 那不論如何就是說 其實跟我們當天的那個經驗 還有中常委的反應 就我所知中常委 當初也有跟這個會議主席來詢問 說是不是事前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也沒有得到說 很明確的說 事前有知道嘛 對 代理主席 對對對 代理主席 所以到後來發現這個聲明出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過程 我想要當事人去解釋會比較清楚 但是呢就是跟我們的經驗不一樣 那因為這樣子有很大的 這樣子有不同 那我覺得說在互相尊重的狀況下 如果跟我的經驗 有這麼明顯的不同的話 那我選擇用我的方式去 如果說這個風格這麼不一樣 我選擇用我的方式去表達我的意見 就是說我所看到的 跟這個是差很多的 另外也有很多中常委 對這個東西是差很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並不是這個事件本身 是後面如果又一系列的這樣處理 我認為是越處理 越沒有必要的話 越黑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對黨的這個形象 沒有好的幫助 那但是這個好像 沒有人感覺到這件事情 我認為要有人出來提醒 這件事情應該要有一個 好的說法 好的ending 否則尤其是很多的青年黨代表 或者是中常委私下 我們來反應的話 其實是 我認為是 並不是一件良好的反應 所以我用我的方式 可以說是為這些中常委 或者是有一些我們黨的朋友 他們也表達出來 他們可能沒有被聽到的聲音 但我希望這個無論如何 到後面 大家可以妥善的 把這件事情給處理好 我認為每一位都有機會跟能耐 讓這個事情妥善處理完 因為這不應該是選舉的主軸嘛 選舉的主軸應該是 大家把自己的政見拿出來 你們國民黨主行選舉的主軸 變成說你先走 你美國憲民 你拿假支票 不是應該怎麼處理民進黨嗎 對對對 那我要講說 其實我還本來今天心情是有點沮喪 好險我家人有給我講加油加油 我也是 我也是 心情好一點 但是我後來就覺得好險我今天 已經不是成為副主委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亞中老師的黨紀案 我也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怎麼辯護 這個聽起來是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不是討論他黨紀 所以我剛剛聽這個事情 坦白講很奇怪啦 不會因為人家說懷疑說他黨中央 可能是江主席還是誰的 我們就講這件事情就是很奇怪 很不對 你不會在美式的初選 看到譬如說川普 雖然這個言行很乖章 對 意思嗎 好我們開除川普的黨籍 共和黨處理一下川普 不過這事情很奇怪 那我剛剛確認那個 其實我認為其他的候選人 都狀況外 因為今天這個會議 是比較臨時召開的 他是選間委員會嘛 反正就是什麼主發會 收到了什麼陳情 就當郵差就送到選間 那選間可能就覺得 不知道怎麼處理 看考紀怎麼處理 可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對黨的整個形象是不OK的 所以坦白講 我也有建議說 說主席秘書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有打電話去確認 秘書長人不在台北 主席在南部 他們可能也不太清楚 那我也問了考紀會 那我認為 如果是如果是真的 對這件事情不認同 應該要清楚的表達態度 因為這不對啦 這不對啦 我們講大白話 這樣不對啦 台灣之境立委 陳柏惟的罷免案 10月23號要來進行投票了 根據一份最新的民調顯示 如果說明天就是罷免的投票日 那麼在有意願去投票的 選民當中呢 50.7% 表示會投下同意罷免 這個比例呢 大約佔了20歲以上 台中第二選區選民的27% 相當於8萬人左右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指出 如果說我們按照這份民調的結果 陳柏惟很有可能會被罷免 他也指出呢 民進黨中央現在似乎是還在觀望 如果說情況不利 可能切割陳柏惟 那麼立法院副院長 蔡其昌10號的時候在臉書啊 曾經發文稱讚 陳柏惟說呢 他是他看過的政治新手當中 少數令人感動的年輕人 資深媒體人朱凱翔則是認為 蔡其昌在2022就是明年 可能會出馬角逐台中市長 好這個時候呢 泛令陣營當中的陳柏惟如果被罷免 可能就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所以呢 蔡其昌很著急 那麼接下來還有一個也是跟選舉有關的議題 也是攸關明年2022 任期即將要滿 不能再來選連任的新竹市長林智傑 還有一個辦法可以選 那就是竹竹合併 如果說竹竹合併升格呢 變成大新竹市 他就可以出來選了 但是呢 提出了這個論點啊 似乎呢 不是所有人都買單 因為呢 包括竹竹合併之外 可能會瓜分苗栗 惹怒了苗栗的人之外呢 國民黨立院黨團也怒轟 執政的民進黨因人涉事 好像想怎麼併就怎麼併 完全是政治詐數 做了快滿八年 在這七年當中 請問他過去有講說 新竹縣是要合併嗎 他曾經講過嗎 現在因為他的任期快滿了 他才主張說 新竹縣市要合併 司馬遭之心啊 今天也終於露出福利尾巴了 大家今天看 李之間市長都已經表態了 那把苗栗擺在哪裡 他這個天才 他說 在苗栗的北邊 人頭份跟竹南把它歸到新竹市 把其他的十六江車運到台中市 我的媽呀 我跟大家報告 苗栗縣不是可以任人載合的 請他不要欺人太盛 假人告告 政治喔 絕對不是詐數啦 就是不是在比賽 誰比較 會使用伎倆 然後詐騙民意 所以為了大新竹的發展 急著要合併升格 明年就要 這個會期就要修法通過 明年就要開始實踐 去選大新竹市的市長 這個不是詐騙嗎 2026年是一個最恰當的時機 大家整體來考量 包括苗栗 包括新竹縣市 包括花東 都要一起來考量嘛 怎麼可以我們自己升格 苗栗丟一邊 花東不管它 然後自己變成直轄市 再去欺凌其他的縣市 有這樣的政治格局的嗎 這不是為個人是為什麼 對 量身打造這個 我其實多次都有提到 假設是量身訂做 那麼我們是為了 竹科產業來量身訂做 那也是為了市民 泄民的福祉來量身訂做 那麼未來 如果真的在大家努力之下 大新竹真的能夠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那只要有意願想要來服務的人 都有資格參選 有資格 你選擇 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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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個